好,各位同学 那么现在我们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 上节课我们把初始化的页面构建完了 然后接着我们要做什么 是不是要处理我们的用户的交互的点击操作 那么我们初步的分析一下 用户的点击操作需要做两个改变 第一个是当用户点击了某一个分类之后 它会有一个切换的效果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标识 哪一个当前的分类是被选中的 所以说这个样式我们需要把它给更换一下 好,这是一个要改变的地方 第二个要改变的地方就是 当你切换了分类之后 右边的这样的一个试图 这样的一个列表的 这样一个分类的详情试图 需要做一个切换 比如说我现在是果味 那么当我点击蔬菜了之后 蔬菜需要被显示成被选中的状态 同时它右边的这个试图需要换成蔬菜这个分类下面所有的商品 其实我们现在前端这个课程讲到这一部分 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编写首页也好 还是编写详情也好 很多功能其实都是一个套路 都是重复的 其实就是不断的在重复我们昨日的故事 包括我们现在要编写这样的一个点击切换分类也是一样的 思路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刚好想借这样的一个分类页面 来对这样的一个操作做一个总结 我们学习一定要善于总结 你如果把这些东西总结好之后 你下次再编写的时候 就是这样一个我所说的一个定式的思维 轻车输入的会非常快的把这些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给大家理清楚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所整理的这样的一个关于数据 它的一个传递的流程图 好 我们到我们的思维岛图这个地方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我总结的小程序的和服务器交互 以及和它和在小程序端GS和它的WXMR交互的一个最常见的流程 我不能说这个流程可以代表100%的情况 但是它可以起码我觉得可以代表绝大多数的一个数据 以及数据绑定的一个交互情况 大家仔细听 我始终是觉得这种经验性的规律的总结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是最为重要的 好 如果一个小程序的页面需要显示这个数据 那么首先需要从GS里面 也就是我们的unloaddate这个函数里面 到服务器请求API来加载相应的数据 然后API会把这个数据首先返回到我们的GS代码里面来 这个GS是一个概括 它可能包括这样一个我们所说的Model这一层 也包括Council的这一层 但是总之来说的话 这个是一个GS的整体的处理枪 由它负责向服务器来请求和交换数据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我们之前写的这个代码 你比如说像在Category里面 Model和GS共同组成了我们这里的GS 这里所代表的这一层 还少了一个 我们的Base 看一下 Base这个文件在哪里 也是属于我们的这一层 总之在这一层里面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定义多层 好当GS这一层拿到了服务器返回给我们的数据之后 如果他想把数据显示在我们的WXML文件里面的话 怎么办呢 数据绑定 这个我反复强调了 换个颜色 非常非常的重要 数据绑定 我们可以看到 我说了小程序和WXML的数据交互 只有数据绑定这一种形式 没有盗墓的形式 所以说非常重要 好 所有被数据绑定的数据 都会出现在我们所说的APPDate下面 然后在APPDate下面之后 我们的WXML文件 就可以来使用被绑定的这一系列的数据 从而完成我们所说的显示数据流程 好 那么这一条线是一个流程 大家把它给搞清楚 好 那么这边的最左边的这条线 是最简单的一个数据流程 它只能用于显示这个数据 但是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小程序做出来 包括我们在做APP的时候 肯定都不是只给用户看的 对不对 还要响应用户的一系列的操作 好 那么右边的这样的一些线路 就是给出一个通用的 响应用户数据的一个流程 响应用户操作的一个流程 好 你要响应用户的操作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点击这个不同的分类 你必须要知道 当前用户所点击的这样的一个标签 它所代表的一个分类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给用户 所点击的这样的一个标签 绑定它的一个标识 那么在我们的分类这里 我们需要给每一个标签 绑定一个代表了当前分类的ID 组件 好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意 标签自定义属性数据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标签里面 标签属性里面所加入的 Date-ID这样的一个属性 好 同样举个例子 拿我们之前写的代码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在我们在编写Home首页的时候 当用户点击这个精选主题的时候 精选主题下面有三个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用户单击的是哪一个 所以说我们需要靠Date-ID 这样一个自定义的标签属性 来把ID绑定到我们的当前的标签上面 好 那么绑定了之后 这每一个标签就拥有了一个标识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看一下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当用户 他单击了标签之后 要把你绑定的这样的一个标签的标识 回传到GS里 对不对 这就是我说的回传自定义属性 好 那么在回传自定义标签属性的时候 由于用户点击操作 或者是他的一些交互操作的不确定性 我们通常情况下面必须使用Event事件的方式来把自定义的标签属性回传到我们的GS里去 那么自定义属性参数的获取是通过事件的Event这样的一个参数对象来获取的 好 那么这个是回传这样的一个自定义属性 对不对 那么当GS拿到了我们所要更改的这样的一个用户操作的自定义属性之后 我们还要对还要对用户的交互操作做出什么 响应对不对 加一下 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响应 这个地方我们也加一下 他们通常是通过这个事件的方式 通过事件 好 那么当我们的GS层拿到了用户的回传的自定义属性之后 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定义属性做出相应的响应 比如说我们用户单击了炒获 那么炒获这个ID就会被我们GS层所接收到 那么我们就会去加载这样的一个炒获 加载炒获相对应的数据 并且再把这个数据通过响应的这条路线 再重新做数据绑定 从而更新我们的大股XM2上面的一些显示的标签 所以说这个地方 注意 回传自定义属性之后 你有可能是要向服务器再请求一次的 那么也有可能是不需要请求的 这个就在于你的特定的业务 比如说我们这里 举这个具体的例子 还是拿我们的分类 如果说我们在第一次初始化数据的时候 不是把这六个分类下面所有的商品数据都加载下来的话 那么当我们的GS层拿到了炒获的ID之后 我们就需要向服务器再次的发一个请求 然后单独的把炒获的数据获取下来 对不对 从而再做这样的一个数据绑定 然后这边就变成了炒获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商品显示了 但是我们在考虑另外一种情况 假如说我在一开始初始化数据的时候 我把所有的六个分类下面的商品数据全部都取下来了 那么此时当用户点击了这样的一个 当用户点击了之后 我们还需要向服务器请求数据吗 不需要了 这种情况下面这个就没有了 所以说关于是否在向服务器发送请求 这个是根据你自己的写法和业务来决定的 你六个分类下面所有的数据都拿到了 那么你只需要在GS里面来处理相应的逻辑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再一次就去请求炒获的数据 好 那么这个里面的重点 我再次强调 最关键的还是数据绑定 一定要把数据绑定这块知识点掌握得很好 好 那么这整个的流程我们就解释得非常清楚了 我建议大家把这节课 如果你听的不是很明白的 反复多看几遍非常重要 如果你把这个模式套路搞清楚了之后 以后你在写代码的时候 写小程序代码的时候就会轻松很多 而且我讲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它不仅仅是只能用在小程序里面是这样的 数据绑定这个概念 它不是小程序所独有的 你像Angular GX 里面 也有这样一个数据绑定的概念 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模式流程 你可以把它给通用到很多其他的框架里面去 绝对不仅仅是只能局限于小程序里面 我们讲课就要讲这种通用的思想 好的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感谢观看